宝山香台三县旁多了一颗圆圆的地景艺术 这是国际级艺术家林顺龙最新的作品 新竹县为了配合中央的台三县政策 目前正积极在沿途打造独一无二的新亮点 借这机会能够配合我们台三县 配合我们就浪漫大道 还有我们宝山香的一个特色的景点 又是浓身在身 当然打造我们城乡的差距 以及城市的亮点 种子星球已经来做客 已经到宝山香 欢迎大家来做客 这个名为种子星球的地景艺术 是由木板木条以及回收家具打造 整体都可回收 搭配周边的自然环境 形成相当特别的景致 对于我们宝山香第一件的装置艺术 这边设置 未来设置完成之后 全部打造完成之后 将即将吸引非常多的人潮来到这边 这也是宝山香第一件的 我们相关的艺术创作的一个艺术品 那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家 能够在我们宝山这边 把宝山香能够壮志的更多的亮点 让更多的好朋友 乡亲能够有一个休闲 娱乐的好场所 油田村这边有一颗种子星球在那边降落 全部都是用回收二次使用的这样概念 循环使用的概念 这非常符合现在的潮流 就是尽量的爱护我们的地球跟照顾生态 所以连我们的旧家具 还有这个主体 都是用漂流木这样来做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设计除了美感以外 也有它的那种关怀生命 关怀地球 关怀生态这样一个理念在里面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来帮它推广 一方面看美美的艺术 二方面也可以感受到 我们人的一些使命跟价值 必须要爱护这个地球 照顾这个生态 种子星球位于宝山乡油田村 整个环境宁静 而且充满绿意 球体内可容纳12到15人 未来也将成为宝山乡 台三线上最独特的景致 开阔新竹陈洛宜红采访报道